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下午2点将在文化广场举办 记者会上市长谢国良与民政处长张渊祥 纵发处长林立禅 共同邀请诗迷朋友 11月18号一起来体验多元族群不同的文化 这身装扮是泰国的传统服饰 然后就是通过这支舞蹈 就是有认识更多泰国的一些文化 这套服装是缅甸男生平常会穿的 然后因为缅甸那边潮湿多了 所以会穿这种裙子可以通风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种 然后我们礼拜六有参加新著名国际舞蹈比赛 然后获得又选晋级决赛 是菲律宾的传统的艺术 跳这个舞之后 我会比较认识菲律宾的文化 2023基隆国际移民生活节 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画面上是国际移民生活节的记者会 由基隆市长谢国良 纵发处长林立禅 跟民政处长张约翔 以及中山区区长徐亚文 暖暖区区长陈如东 和参与活动的各单位 共同邀请大家在11月18号 一起来体验多元丰富的活动 11月18号我们的基隆移民生活节 在文化中心广场那边挤办 那这次的活动呢 结合了所有的移民生活在基隆以外呢 还有我们基隆七个区的好好玩的东西 都会带进来 那一起庆祝我们的移民节 除了移民可以在这边做一个 私乡品尝家乡的美食 然后呢体验家乡的文化以外 大家也可以跨区来玩一下 基隆不同地方好玩的东西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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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基隆市 不同市场所说的国际港督 在各个族群特别是国际移民 能够在基隆展现出各种文化 和身为一个基隆的子弟市民们 都非常结成的欢迎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能够来基隆这个国际港督 来定居移居 市长谢国良表示 基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港督 欢迎各地的移民朋友来到基隆发展 我们基隆希望成为一个国际的港督城市 自然对我们的国际移民要非常的重视 不论是经济移民或者是婚姻移民 只要到了我们台湾 只要到了我们的基隆 我们就结成欢迎 所以我们在11月18号的下午 我们不只有美食 有很多手工艺品艺术活动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基隆是最重视我们的新住民朋友 未来也重视我们的国际移民 我们希望基隆能够成为 台湾最新的一个国际移民城市 记者会中抢先展示新住民朋友 首作的家乡美食 首工艺文化 还有基隆各区的在地特色深度旅游 呈现基隆国际港督 有深度有内容的多元人文 也打造基隆成为多元族群 和谐的友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为了要推广基隆低碳旅游 市政府透过全新路线的 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 推出了四款优惠套票 还特别跟黄阿玛的后宫生活联名合作 套票最高优惠六五折 邀请民众来基隆轻松快乐游 T99台湾好行 上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跟公车处长杨华中 与观光署北关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陈玉川 优有卡公司董事长林志颖等人 共同行销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 市府这次特别跟拥有超过150万粉丝的 黄阿玛的后宫生活联名合作 推出了四款优惠套票 也将黄阿玛及七位人气角色 搬到台湾好行公车上 相当吸睛 那这次我们规划了有四个游城 那除了说从串延西岸跟东岸以外 我们也把我们的所有的厂商也联合进来 那所以说我们今年 我们大概增加了几个新的一个景点 从这个仙动园佛首洞到阳明艺术馆 那接着串延到我们的和平岛地址公园 再到海科馆 我们今年特别推出四款套票 那最高优惠会有六五折 那目前在凤凰旅游网 还有太阳网上面可以购买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跟KK Day 还有义游网这边来洽谈 那总共会有更多的通路 可以买到我们台湾好行的套票 那今年最特别的是 我们有跟黄阿玛这边合作 把黄阿玛还有他七个人气角色 搬到我们台湾好行的车上 那欢迎大家来搭乘 四款套票内容结合了多家 基隆在地伴手礼跟咖啡店家 还有知名的观光景点优惠 也结合悠游卡公司和平岛地址公园 推动减碳旅游行动服务 那我为什么要提到永续旅游这个部分 绿色旅游目的地这个部分 其实跟今天基隆市政府在公车处 这个杨处长的这个协助之下 能够让这个公车能够直接开到低碳的这个部分 大众运输开到和平岛的这个门口 和平岛我有信心 因为黄董在我们在这个方面 在观光署的整个OT里面 它是算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业界 再加上所有沿线上面的伙伴们的这个努力 让我们把这个名气把它带起来 希望T99真的它变成是怎么样 叫做99能够运行 台湾好行赞 市府感谢各单位与店家业者共同支持 也邀请民众搭乘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 在基隆来一趟低碳旅游 轻松的吃喝玩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新丰街 这里的大型集合是住宅邻里 162项长期以来塞车严重 在地方居民的建议下 市政府从11月起在路口试办 交通耗制车流管制 没有想到回堵的更严重 三叉路口 绿灯亮起 车辆纷纷左右转 十多秒时间 车辆才过几台 怎么就变成红灯 上班尖峰时间 七机车都塞在这个路口 类似情况每天上演让居民很苦恼 社区本来期待是能够顺利的出去 可是没想到试办的第一天就已经发生 住户上班迟到 走不了 因为他给的秒数太短 所以呢 一般出车只能出车两辆到三辆 是严重的 而且这个 这边60秒 这边只有10秒 完全是不合理的秒数规划 红灯的时候所有车子都是排到这边去的 对对对 然后变成说我们这边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边绿灯的话没有办法往下转 也没有办法往上转 是因为车子都在横向这边 中正区新峰街有2万户住户 是全国社区最密集的地方 新峰街16巷里面又有大型社区 之前都是闪黄灯 尖峰时段几乎塞车 11月开始进行移控管制 才四半两天紧急喊停 车流回堵问题更严重 红绿灯的架设来讲 162巷的孔太近了 跟主干线太近了 所以导致说车辆的话 你怎么控管的话 都没有办法能全身而过 那所以在这个区块来讲 那个红绿灯的整个管制上 又整条线的120秒的管制 跟它出行的管制上不是单一 它有四个红绿灯的管制 之前就是本来就有小塞车 但是如果你现在 你现在又换这个 就是再加这个 炮制灯 防盒又更塞了 因为本来要实施一个月 结果实施第二天 民众又反映了 反映说又更塞了 新峰街的162巷 还有包括新峰街的河峰街口的话 因为它的那个谁 它的纵深太短 所以说哪怕 刚刚我们的主委提到的 就是说哪怕是16巷口 这边有网状线的话 哪怕它就是有进空的话 事实上的话都没有办法消化 162巷早上左转 要到那个谁 要到市区的这些车辆 所以说我个人经过两天的勘查 我个人是希望就是说 暂时先回复原状 新的措施事办两天 就紧急喊停 市场府交通处 驱公所 礼办公事和市议员都到场 研商新的方案 像我们新峰街这边的住屋非常的多 那尤其主干道跟支线道要穿越马路的时候 有行车的问题 也有行人的问题 但车流是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变化的 尤其是早晨上班的时间 导致车流回堵的非常的严重 那这个162巷口进行号制灯号的管制后 因为它的除车空间不足 只能停三台 所以导致车流回堵 那今天办理这个会刊 是希望能够在短期之间 先把这号制灯号管制先做取消 但长期来看呢 整个新峰街号制灯号应该透过智慧型的号制灯号管制 来进行AI的一个评估 评估即时的车流 来设定号制灯号跟绿灯通行的时间 来避免塞车跟车流回堵的一个问题 162巷的居民可能是针对说 他想要往发落者方向逝去的 可能出不来 所以我们尝试的利用号制来做管控 那这几天的试办之后发现 其实因为整个道路真的狭小 除车空间有限 其实对162巷的居民进出 其实透过号制反而他更出不来 也影响到整个新峰街的主车流 所以我们会 今天的结论会先暂时把这个号制管制先做取消 然后长期来看之后 我们目前也去争取了相关营建署的相关的经费 希望来做新峰街整个整个改善规划 那我想等到营建出路口相关的核定计划核定的话 我们会再积极的来处理相关新峰街的交通改善事 新峰街人口稠迷 只有一条对外的道路 不仅上下班车流量大 离风时间车流也不少 地方期盼长远的解决方案 应该批建连外道路 才能将庞大的车流有效的分散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位在七都马林的宠物银行新建工程缺失非常多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启用呢 一块来关心 位在七都马林的宠物银行新建工程 因为工程缺失等问题 完工启用时间一延再延 市议员们非常关心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改善完成呢 从银行那里 编了一亿多 一亿两千多万 然后现在我们去看的时候 真的是惨不忍睹 怎么会这么久了 已经快两年了 到现在的状况还是这样子 今年农委会公开的 这个公立动物收容所 动物死亡率的资料 可以看到有一件事情 其实非常的惊人 我们在110年的死亡率是9% 但是在111年隔了一年 我们的死亡率直接是 高达全国三倍到四倍 直接变成了14.89% 柏比老师说这件事情绝对不是 等到新的宠物银行盖好之后 就会得到改善 绝对不可能 所以这个宠物银行的工程 希望产发处这边 可以重视并且多征询 我们动保所的意见 看还有哪里要再改进 但是就目前为止 我们所知道的是 我们宠物银行的工程进度 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如期完成 到时候要有机会 能够让我们这些关心 宠物银行的议员能够去现场会刊 我们要了解到底 接下来会不会改好 因为我跟你说 如果没有任何的建筑物 从凭空而造的话 我们要一次把这些缺失 或者是一次把我们想象中的想法 都呈现出来 这点不是太困难 但是如果要穿着衣服改衣服 我想这个厂商要有很大的功力 机动市政府产业发展处表示 已经和原油厂商解约 由新的厂商接手 预定今年11月底重新发包 明年5月完工 6月重新启用 很多的缺失 它真的没有办法改进 所以我们也在10月31号 正式的跟它终止契约 目前的缺失项目 大致上分为7项 有包含楼层的楼梯歪斜 宽载高度的不一 第二项是监视网路系统不符规格 还有这个污排水系统 功能不符合设计要求 包含自来水的加压站的渗水 还有质地为依图来填沙 然后还有这个楼梯下的储物空间 还有残散厕所 等多处漏水 那这一些都是我们希望 由新的厂商来接手 那其实该扣的工程款 还有一些违约金 我们都有依照合约 当初的合约来执行 那现在预计在这个 11月底我们来重新发包 那因为这个工期 可能要大概约 5个月的时间 然后因为明年年初 还有这个过年 那所以我们预计在 5月的时候 可以希望可以让它完工 然后6月底来启用 启用后可以收容 150只狗和50只猫 刚刚有提到 关于一座有提到 这个收容的部分 其实不会改变 目前还是以150只狗 还有50只猫的收容量 当做一个目标 另外市议员也关心 为在暖暖运动公园里面 诠释第一座宠物公园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 其实很多这个毛爸毛妈们 都非常关心 那本市我们那么多 爱好这个毛小孩的 这些毛爸毛妈们 没有一个合适合法 的一个专属的这个 让那个毛小孩 去放电的这个空间 那已经期盼了很久了 起码期盼好几年 那原本预计在今年要完成 年终要完成 然后期待落空 到了年底之后 今年年底 现在听起来好像 又要落空了 市政府产业发展处指出 宠物公园 明年二月底三月初 可以完成 它的公期大概是90天 公期大概90天 所以希望可以 大概这个三月的时候 二月底三月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 宠物公园来完成 那其实最重要 它还有一些排水系统 我们要把它完成 议员们希望这两项 工程产发处 都可以如期如值 尽快完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宠物公园 我们是在 赞星公园 莎星公园 我们是在 赞星公园 海恶星公园 福尔又是在 青海的 赞星公园 永国主义 赞星公园 联合竞选总部 成立 赞星公园 苏贞昌 游锡昌 林又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红梓 永感前行 信赞 郑文婷 十一月十一日 我们不见不散 十月二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肺炎练球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携带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练球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 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 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口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定哦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GO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毕毒 木科解王的辉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药师佛店参拜 感受法喜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交管及围社围理 工期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量多包含哦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你有看过西班牙卡拉瓦卡的神奇圣物吗 就有一家生态餐饮业者运用在地的食材与1625年西班牙登台的历史结合 设计了一款可以吃的历史卡拉瓦卡石存饼 荣获2023基隆好物 就是这双十字造型的石存饼 荣获2023基隆好物 以在地食材为影 大航海历史为轴 咀嚼中可以品尝到海藻独特的香气 了解诸圣教堂遗址 将如护生福般的卡拉瓦卡至真至善十字架吃下肚 这是一个可以吃的历史 把西班牙当年他们带来的双十字架 然后加上在地的食材石存 然后把它做出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形状 还有与在地连结的纯真小岛 模拟基隆语的棒蛋糕 撒上石存粉搭配新鲜的海葡萄 与鲜奶油及石花洞绝配 想要表达这是和平岛的岩石区地景 所以这个整个合起来就是 基隆语的风景跟和平岛的风景 业者徐振明在和平岛创业 旅出其中 就是希望打造永续与在地连结的好物 为了让旅客可以将美好的记忆带走 还设计了这咖啡礼盒 一笔勾勒出和平岛最独特的景观 给人视觉上满满的享受 我们店里的咖啡豆全部都是用精品等级的 那游客喝完以后会喜欢 他就会想要带走 所以我们就将它做成 很方便的这个咖啡绿挂包的形式 餐点不只有创意 还要有品质 才能受顾客喜爱 而这里也是橙物友善餐厅 信一不少民众远道而来 觉得老板娘他们超亲切的 对毛小孩也很好 然后餐点也很赞 友善宠物加友善环境 咖啡厅还能做什么呢 与婚宴结合 将在巴厘岛创业的海岛婚礼模式引进 不断的琢磨精进 要给新人最独特的婚礼记忆 你愿意接受Gabriel成为你的人生伴侣 从2007到和平岛开始 没有停下脚步 持续累积堆叠品牌价值 期许每一次都要给人满满的惊喜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由佛光山极乐四季佛光会 基隆督岛区各分会 赞助包场的公益电影 叠叠壮壮的圆梦者 首映会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登场 导演林树桥分享深仗勇士们 攜手追寻全新自我的梦想 让现场民众相当动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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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仗勇士们攜手环岛九天 历经风雨交加 跌跌撞撞的过程 最终圆梦 其实他们是一对 本来叫小娘 帮助的小妈妈夫妻 反而因为全身的 全部的力量 包括生命去 帮助跟他同样的人 如果我们有把这个力量 推广到学校 让孩子知道 那鼓励孩子去做善事 做好事 他会整个社区改变 感人的故事 勤勉大家要勇敢 观赏此影片 犹如生命教育的读书会 给大众满满的正能量 他们说了一句话 我们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勇敢 非常非常了不起 不管人生怎么去编剧 就是要勇敢 跌跌撞撞 跌倒爬起来 跌倒再爬起来 很感动 很感动的一部 公益电影 很感谢我们极乐四 我们的同理心 我们对生命教育的热忱 跟热爱 我们要学习 更勇敢再勇敢 谢谢极乐四 佛光山极乐四包场的公益电影活动 意义非凡 住持师傅 勉励大众 尽管面对跌跌撞撞的人生 也要永不放弃 同时也要关注 身上者需要的是同理心 而非同情 透过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让我们能够看到 身上者他们的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我们更需要提起一个同理心 来感受他们的一个需要 所以我想社会大众能够给他鼓励支持 这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国际佛光会的爱心支持 让富有教育意义的优良励志片 得以扩大宣扬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追寻永续低碳的沐浴用品创业者 Mumu跟Bunny 生根基隆多年 将沐浴用品固体化 减少塑胶瓶罐的产生 在研发系列产品中 一款以石花菜打造的手工灶 与基隆语秘密扩香组 荣获基隆好物 一踏进宛如实验室的工作坊 就可以感受到Mumu与Bunny 对产品研发的坚持与用心 荣获基隆好物之一的 基隆语的秘密扩香组 每一组都独一无二 这个是跟设计师合作的 然后也是基隆好物辅导的一个成果 然后就是一开始是做手工灶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把它变成是扩香石 这样子就是可以延长它使用的寿命 然后就是可以低精油这样子 就是整线基隆在地的味道 也要运用在地的特产 这一款石花菜手工灶也融获基隆好物 就是做一个在地的材料的应用 所以我们就找了那个和平岛的石花菜 然后因为石花菜里面的那个 也有丰富的那个胶原蛋白 然后对皮肤跟头皮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有把它萃取在里面 然后就是用在地食材 然后也可以减少碳足迹 然后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激动的产品 然后就是又是结合到我们最主要做的 灶跟洗发柄身上 减少碳足迹也打造出专属基隆的在地产品 Mumo与Bunny把清洁产品固体化 善用各种不同植物的原料特质 让消费者洗得安心又舒适 那我们主要就是把那个浴室里面的产品 然后做成固体状就不用评管 然后像这个洗发柄的话 就是它跟灶不太一样 它的成分没有含灶 所以它洗起来不会 头发不会色色的 然后另外也有这个是润发 润发我们也把它做成固体状 然后就是润发柄 那像它这个上面颗粒的话 它是海盐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是 现在比较少见的就是它是卸妆 然后我们就把卸妆乳做成固体化 一般眼妆啊彩妆都可以卸干净 从产品到包装 每一个环节都讲究自然 手工 新鲜及环保 透过无浪费的制作过程 搭配简单的视觉概念 创造出一块块洗墓新选择 专业也是在于就是做一些洗墓商品 那所以我们就希望研发更多的像这些产品 然后能够让就是地球可以更少一些塑料类的东西产生 致力于研发适合台湾人肌肤状况的清洁用品 MuMu與Bunny对产品研发极为坚持 从友善环境出发 让专属于在地品牌的实用产品 无远佛界地传递出去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再来是精彩的哦 2023基隆一新杯校季篮球赛 11月7号到11号 在基隆体育馆举行 全台的强队云集赛事相当精彩 比气势更要比实力 来自30所国中小高中篮球校队 实力坚强的球员齐聚基隆 一新杯校季篮球赛开幕事后第一场 基隆名传国中对上桃园大成国中 强强PK赛况激烈 开幕以后的第一站 打起来一定是势均力敌 非常精彩 一新杯校季篮球赛行之多年 为台湾篮球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今年在体育馆登场 吸引外线市强队来挑战 这一次总共有30所学校来参加 那外线市来的学校相当的多 像那个高中呢 只有一队是本地的 五队是外地的 那国中呢 也是呢女生有四队是外地的 男生呢八队里面也有四队是外地的 那只有国小是我们纯基隆市的队伍 那我们也在计划说 是不是在明年的时候 我们要办一个全国的类似篮球 比较强的队伍的邀请赛 所以我们现在在计划是 基隆国小的前两名 然后再邀请其他县市六强 组成八强来比赛 这是我们对明年的一个计划 一个期许 希望透过赛事发掘更多优秀的篮球人才 开幕式现场贵宾云集 校长教练们以实际行动支持 我们非常高兴基隆一信文教基金会 他们又继续来办理一信杯的校季篮球锦标赛 我们看到这么多热烈参与的队伍 我们知道基隆的体育盛势又更精彩了 我们也期盼透过一信 这样回馈社会的这样的善行一举 让我们的基隆市的篮球 或各方面的活动都更加蓬勃发展 从11月7号一直到11月11号 周六的总决赛精彩可骑 欢迎有空的民众前往基隆体育馆观赛 为选手们加油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